大家好,我是牛仔 今天啊,又出来给大家更新视频了 这段时间呢,我在家待着啊 思来想去的想清楚了一个问题 就是不准备去这个执着的拍这个户外视频了 因为现在啊,大环境不允许 自从我上次啊,从这个侏罗村回来之后啊 到处这个疫情四起 昨天呢,还和一个山东这个自博的朋友聊天 他们那边已经有十来天啊,门都不让出 买菜什么呢,只能是团购 那我们这边呢,保证这边其实还好了啊 我们这边也没什么病例 但是呢,我每个月要去这个北京啊,去体检 然后呢,加打了一个免疫 现在呢,基本上公交车,高铁出去的话呢,是买不到票的 直接就是没有,只能开车去 但是开车呢,来回啊,也是需要这个核酸的 非常的麻烦,你知道吗 而且,昨天呢,因为我媳妇嘛,也是在北京上班 他们那边的话呢,也出现病例了 现在也是回不了家,你知道吧 你一不小心碰到一个区域,可能你这个就属于去了这个风险区了 我呢,也不准备去碰出这个眉头 万一在这个车上,给我隔离14天,对吧 那我就麻烦了 这段时间呢,我还是准备拍拍这个口播视频啊 就是呢,找一下这个一些热点吧 其实有些热点的话呢,不是说你想拍就能拍的 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大事,发生的大事,时事新闻之类的 这个都是没有资质的,是不允许拍的 为什么好多人一直建议我拍一拍这个生活 随便拍一拍自己的生活视频就好了 然后呢,我一直没有去拍 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也看到了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你拍现在的一些随便拍一拍 没有这个热点的话题啊,你是没有任何流量的 因为一个男的呀,你想去拍一些有热点的话题的话 其实是,对于女性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现在你可以看到啊,你费劲把火的你去拍一个视频 还不如有的美女人家穿一个紧身裤随便流量下 那种视频火,你心里边很憋屈很难受你知道吧 而且我也知道拍什么样的视频,流量比较高 你像我前两年的话呢,去这个中南山,对吧 包括去侏罗村,这个流量的话呢,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一回来啊,这个流量,紧接着直行下降 所以说,心里边很清楚 但是因为奈何这个,离家太远 油费也这么贵 出去长时间的去那边的话呢,不太现实 不像有人呢,这个旅行自媒体的这个播主 人家去新疆啊,西藏啊,甚至是去国外,人家有那个条件 像我这个身体的话呢,去高原绝对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吗?所以说的话 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呢,我去这个医院呢,每个月都要固定的去医院里边去打免疫 不能像别人长时间的,长时间在外面 那前一段时间呢,我也,其实也是做了准备的 不准备去医院,去每个月调理了 直接在这个网络上面自己买药自己扎 因为我本身原先在部队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学医的 说句实话啊,我给别人扎着树叶在药房啊,工作了四年半 原先最早的时候,在那个新疆呢 那边也是看过那个犯人的,我们看监狱 回来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围中院里面 我自己准备给自己就是扎着树叶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说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这个手艺 肯定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我就准备找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 比如说你像那个东南山或者是安徽啊,黄山 这种地方其实我都是比较向往的地方你知道吧 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是太美了 但是这段时间呢,孩子马上这个小生出了 因为我们家呀,本身是定心的 但是住在这个高贝殿这边,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要转回到园局去,园级去上学 如果现在不转回去的话啊,就只能 最晚也得等到初二下半年啊,因为面临考高中 所以说这几个月要给他考虑这个问题 我就不准备先出去了 然后呢,这段时间因为没有拍摄这个视频 没给大家更新视频 我在家里边的话呢,就是主要还是写这个小说 我的小说呢,现在已经更新到13万字了 现在有六千多人看 其实这个小说的话题啊,都是题外话 也就不多讲了,现在不早了,该回家吃饭了 等这个疫情好转了之后,到时候再说 一说起这个疫情来啊,确实挺让人头疼的 本来两三年之前呢,还指望着这个病毒清零了之后 有了这个疫苗,这个事情基本上结束了 但是两三年过去之后啊,现在看来 也国外都已经把这个全部不当回事了 看来这个事情啊,没有尽头了,根本就没有尽头 想让他绝对姓名,持心望向了 这个事情的话呢,希望大家还是早做准备了 是不是?也就那么回事了 行了,不多讲了,回家吃饭